选举进入最后一个月倒数 民进党新北市长候选人林佳龙出现了发烧症状 快筛阳性将进行七天的居家隔离 只是林佳龙跑行程每天接触许多民众 上午还和民进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将从冤同台 相关接触者都得多加留意身体状况